看一下这边斗舞对断GW第一局的下半场 这个纪录员抓人前期会比较困难 但没有关系 想想老杨那把纪录员前期抓人有多困难 对不对 守住一波加个震慑 他不就来了吗 对味了 但是这把抓古董商多少有点 也行吧 差不多吧 我觉得抓古董商哭泣销售病患难度上面没差多少 你难道有别的想法 你抓病患不差不多吗 你抓病患得看病患有没有失误 这边抢了个窗 刀没能打出来 这单挑的时候古董商是真的强 4秒止隔 感觉再来一棍两连棍12秒 他都懒得踢这个板 虽然他记录了 因为什么呢 他只能记录这个他没事干 他不可能用技能踢的兄弟们 就算踢了也没用 但现在其实还行 对其实还行 对还可以哦 真的还可以哦 对你说这个古董商你感觉还古董很猛 紫哥直接上来一刀 非常棒 但是枯记小组好像要过来接人了 接他的 接他的 古董商走掉了 完了 甩棍子上不了车 甩棍子上不了车 但是还是爪上了 没关系啊 没关系兄弟们 完全可以接受 我记录还不急啊 地下室 我三台半的密码记录都不急 这我急啊 对 地下室 死抓了 地下室呢 应该这样说 我觉得这个地下室 打出了一个安逸的宝瓶真胜 我安逸怎么输啊 我安逸现在就求着输 我立马三台半 你可正现在 输确实输不了 我觉得这个局输 应该是输不了 但是怎么真胜 还得看 看两点 第一点 这波防守能打到多少东西 第二点呢 诶 落地刀 没打到 诶 可惜了 第二点呢 就是 诶 这没打到 这波应该蓄力刀的呀 你蓄力刀不稳的 就蓄力刀最稳的 蓄力落地刀 你怎么又慢这么多呀 我重新刷新一下 可能是这样 不知道 你现在时间多少 29 30 31 乖乖 我比你慢10秒呀 啊 我比你慢10秒 火箭 我刚倒地 你刚倒地 我这边火箭炮都开完了 火箭炮刚开完 我比你慢 我30 41 42 我46 47 就这吧 没事 就这吧 给你点机会 好 给我点机会 我这局 我觉得安逸真是啥了 这个节奏点 这古董商 后面 后面它就两棍了 两棍怎么保 这边球人没拨命了 外面的密码机插的茫茫多 真的是茫茫多 他第二波节奏 要么除非第二波他抓不到人 怎么输啊 对 我感觉四抓也不一定 不要听大帅说 平局的小伙伴们还是有机会的 因为他现在第二个人还是难抓 他不像那种 我那种局 我那种局第二是 第二个人首先来保 第二个人倒了 我能蓄上二手节奏 其次是什么呢 我的第三手是打了一个震慑 二三手 一二三手 这个节奏是连着不断的 你看他虽然说的那个节奏 前击比我好 但他没有二手节奏 二手节奏就是零 反正二手节奏 二手节奏 怎么说 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 火箭 火箭 二手节奏不了 我这边起码才能6 才能6 你看 我觉得安逸现在跟你的局面 其实差的不多 他就需要一个震慑 他就需要一个震慑 这边怎么跑到张玉剑那边去了 那还不一定能打出来震慑呀 宝宝 他跑到张玉剑这边去 这待会窗一封 又有闪现 闪现带走 刚才那个亏销 不该管古董上的 那个火箭 多一个火箭差很多的 一般都哪能撞晕呢 这边机子 机子不够啊 这边的话还要追一刀病患 至少比你交个钩 我的妈 还挺残的 这现在核心们 这个已经进入到了什么呢 进入到了一个纪录员的最喜欢的节奏 叫做什么呢 就把它挂到这里 这个电影不让它修锁 另外一台不就行 对 我压一台 这台机子其实说实话 这台机子给你修开都没有关系 外面还有台机子 傭兵 傭兵得修个大半年呢 这外面那台机子 对啊 傭兵直接修到爆炸 这个板子不该下的 给这26的机会都行 这个板子下了 这这这这这26啊 我的马次抓了 这不需要人手感觉 这里 打针队吧 要不 王爷26了呢 对 打针队 你就锁电机 打针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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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的三抓起步 锁电机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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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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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就开不了 对 对 打针队 哎 没针队上 没针队上 门追 没针队上 其实我觉得还是应该抓哭泣小丑啊 这有勾啊 他去封佣兵的机子嘛 他去封佣兵的机子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安逸啊 安逸啊 挣点气 这一会儿 我求你了 你给他撕抓了吧 你们赢吧 没事 反正不是我们组的 这边佣兵的机子 现在病患 核心问题 哎对 安逸锁机有问题 两波没锁到 你知道吧 这波先上纪录 他在先等 他在等技能 再给他上 哎呦 哎呦 我感觉安逸锁的熟练度还是低啊 他的这些 锁机的技巧 没拿你好 就不用 不用给他偷分 哎 他们两个人选择 救人 去晾机子 你们发现没有 你看电机这不修 修了再秒 直接秒那什么 看这波很细节 人家蹲了一下 他没选择秒 记得要打摔吧 不好说呀 这个机子没有压住啊 差3%是吧 先记录 哎这边拉开了 拉开了 先记录 没记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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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记录先记录 先记录先记录 先记录 先记录 两个都门开 他这边有底牌的 先传送嘛 哦传送也不行 这两个人 全部有技能 全部有道具 你传送就如何 他主杯现在怎么办 我一说大帅 我也一讲 这怎么办 他把这个门封住 过去把闪现 对把闪现了 然后把另外一边门封住 不行不行 抬佣兵抬不了 抬不了佣兵 这不说也别说不现 这还不现实 你说怎么说 他得过去把闪现兵换闪了 然后再硬锁这个门 把佣兵给杀了 他想去靠闪现杀佣兵 就是你说的 那边杀不了 就去搞他 然后再来搞佣兵 佣兵那边的门 已经80了 8080呗 再锁呀 你这 你不锁怎么办 他不锁 记录个自己 是什么东西 这万一待会 这还有一勾呢 不会跳地窖什么的 你说这两个记录 就要锁这门 直接这波给他闪倒 对 照应该这波闪倒 那边怎么办 那边怎么办 只能拖一刀 但是我觉得刚才佣兵 交掉护臂以后 他闪一刀 把这佣兵打了 然后再去记录 记录 记录病患 也还行吧 不不不不 他抓的就太慢了 节奏都太慢了 他只有靠闪 他闪现拿病患的刀 然后把这个门给钉死 他来花时间去搞